这是一个在我的梦境里反复出现过的地方 而这也是在这种小城里唯一我能找到的近似意大利西西里的地方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女生 看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时常幻想自己就是人类的 漫步在西西里的小镇上 举手投足间散发出那种轻活轻成的美 即使到不了梦想的彼岸 但我仍相信不争 也有输入我的世界 我时常会喜欢在某个午后来到一个咖啡屋 就这样独处着 享受着那片刻的勇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但我不急着追赶时间 我更不在乎它的流逝 我始终认为 我始终认为 喝咖啡也是一个沉淀自己的过程 我喜欢独自穿梭在一些小巷里 逛我喜欢的小店 似乎只有在这种地方 我才能找到一种归属感 在我居住过的这座小城里 从来都不缺少这样的村落 在这里 不需要华丽的文案 所有你能想象到的 关于美好的元素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清新的空气 美丽的旷野 如是一般的画面 只有在这里 你不用去直面 城市的浮华 和寻乡 在这里 我应该是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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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t will remain as an unfinished work for some people it's a total waste of time I mean considering all the efforts you put in 是愿味 前功尽弃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片废墟 所能呈现的一切吧 慢慢的长夜 是从一顿静致的晚餐开始的 我在美食里 寻找一种安抚心灵的慰藉 城区的灯光 迷离中 却略带一丝伤感 我想起了这样一段独白 This city can be a real shittal but every now and then she's beautiful If focus hard enough every sparkle is a dream that can come true but eventually they fade away 我的少女时代 已经结束了 而留给我的 始终是一个 无法全然确定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